这些沙律菜全部都是用水渣方法种植 即是不用用泥土 单靠营养液就可以了 不受天然环境限制 一般水渣都会做一个温室 不会受外界污染 也不会有害虫的感染 收成期和收成率是比较高的 收成期是比较短40% 市区串金尺土 没有足够空间在户外种植 不妨参考这个方法 将室内的墙壁变成小花圆 这届国际环保博栏 还有很多绿色生活主义 好像这些利用回收的 罪丙烯和木碎制成的甲板产品 不单与实木一样坚硬 还兼备防火功能 还有这个系统 透过输出热水或冰水到旅馆 就可以达到供暖和冷却的效果 研发系统的日本公司说 这个系统较传统的冷气 用少了一半的能源 近年费物处理成为热门话题 这间公司就认为 他们的无烟焙化炉 在亚洲具有相当大的市场 和发展潜力 主要的目标市场是医院或工厂方面 尤其是医疗废料和工业用的废料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处理方面 大家都比较关注 因为污染方面是比较大的 焚化炉用火水作为燃料 可以同时处理不同的物料 焚化的过程 煮机体内用水作为冷却 焚化完之后 将烟雾的微塵沉淀在机体内 不会排出户外污染环境 其他的环保产品 还包括这部快速干操厨鱼机 这部厨鱼机利用微波技术 能够将厨鱼里面高达七成的水分蒸发出来 方便运种和处理 厨鱼经过加工之后 亦都可以造成动物治疗 第八届国际环保博栏 吸引了近300家 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与 近年因为政府推动很多不同的目标 所以有很多新的环保设施或产品 都需要涌现来香港 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 展览亦接代了40多个国家的买家 采购团超过1400多间公司 来到香港寻找商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